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本文 经常刷到你的视频 三角梅这样是因为面根吗 谢谢 这个还好吧 你六微的空空水就行了 三角梅就需要光照 光照有多好你就给它来多好 你要是有时间去云南玩 你要是去到乡下转一圈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好多三角梅 就是一木成林 它就长了一大片 为啥它就是因为光照 人家也不施肥 人家也不怎么浇水 人家也不怎么管理 三角梅有一定的耐寒性 你就是说偶尔的零下个三五度 就那么三两天没事 你像福建地区云南地区 这俩地区是三角梅的一个生产大省 好吧 就是你像现在这个情况 老花姨我需要怎么办 有条件的话来点肥料 你就不怎么用管 你只要光照给足了就不怎么用管 如果说你想让它养得好一点的话 我个人建议是施肥 然后修剪 控水 室外的话 你这个盆的话 有上半个月浇上一灰水 夏天的时候一个礼拜 十天左右浇一灰水 冬天的时候 如果说你那边是比较暖和的话 一个月浇一灰水就够了 就大概是这个周期 别的没事 这不养的还算可以 好吧 至于不复花 我觉得就是光照不够 就是跟长不开一样 你在盆里边受限制 它的生长 它氧气不够 它就不爱长根 它整体就不好 你如果是真的有那种地灾的条件的话 你地灾一下试试吧 有上两年就给你长成一大面墙 很多周宝说 养花的尽头就是三角梅 有时间你们误误这句话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下个周宝 巴西美人老是交易 摘成光杆有点丑 这不就百合足吗 有的人喊 巴西美人去了 他说这种花该怎么管理 你还没出过这种视频 可以去投的 你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个千年木吗 就是花友寄过来那个 他就去投了 然后从边上长了三个小的起来 是可以的 这种状态的话是可以去管理管理的 别的没啥 还是要控制浇水 就是你像室内的大型滤枝 一般来说一个月左右 浇一次水就够了 而且都不用浇的很多很透 明白这个点吗 简单一概它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可以用点肥料 也可以去投 肥料少用 别用多了就行 下个周宝说白蓝想修剪 能不能修剪 怎么修剪 可以修剪 你要让我跟你说怎么修剪的话 我就简单的给你画一画 这是纯属个人意见 我简单的给你说它的一个道理 首先呢 我把你这个下边这两个 就是这种剪掉了 因为植物它是有顶端优势的 你要供着往上面长 要么呢 你就是直接 从我画红线的这个地方 上方就直接给它剪断 就让它长虫的 要么就是你给它剪了 让它长高以后 再让它长虫 好吧 可以修剪 我发给你了 仅供参考 看个人的一个想法 另外呢 这个有一点缺肥了 建议是翻肥水 好吧 不知道买什么水可以找我们家客服 左边的第二张图片 这个我也给你简单的画一画吧 这好像量了两克百了 这个可以砍头啊 砍头以后可以去 扦插着玩 也可以做钩压玩 这两个给你画上了啊 下个人我说 发财树叶片这样咋回事 还咋咋咋咋呢 跟华尔美说过无数次啊 发财树 每个年头啊 在五月份左右 给它修剪一次会比较好 你时间长了 这个叶子就不好了 懂了吗 就跟人穿衣服一样 你说大舅子 一个内裤穿了一年 都沾上面 那咋行啊 得换啊 简单的换发生机 它跟北方不一样 北方每年冬天会落叶子 会洗心革命 从头再来 咱们自己家一样 就动动剪刀就行了 老了都这样 叔叔大都这样 像这么说 车离子小苗 一直黄油亏叶 樱桃好吃 树难种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你没有过拍花盆 让我看的话 主要还是这个土这一块 没整理好 要么就是过干 要么就是闷根 就这两个原因 下回拍照片的时候 来一个整体 别光拍片面的 你光拍片面的 看不出来 这种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它靠在墙面 温度很高 晒乎的 你知道你不拍盆 你让我看不到 你光让我看个病了 我揪一根白头发 去医院 我说你看这个白头发 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白头发了 那医生怎么判断 他说这病那病 最后你告诉他 这个人八十了 他该有白头发的时候了 那不是拥移了吗 所以说花尔门拍照片的时候 一定要完整清洗 下个座宝说 垂丝茉莉上面有年年的蜜露 这个没有事 这是它的正常 这叫体液 长得巨块就对了 现在是垂丝茉莉的生长望迹 到十月份左右 就开始上花苞了 好吧 要懂这个事 它有那种年年的 就是跟人流鼻涕差不多 跟那种鼻屎差不多 一个道理 不用太过于在意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人有问题的 可以视频下留言 我是罗华一 要不最在意 白了臭包